好,在客户端的操作上除了手动挂载之外 我们有两个需要使用的自动挂载的方式 第一种自动挂载的方式就是这边这个 在ETCFS Table档案上面的自动挂载 那这边呢,我这边先特别列出来的 这叫做挂载参数上的格式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需要使用FS Table的时机应该是什么时候 这边是伺服器,这边是客户端 我们看一下Mount 这个是列出挂载的状态 首先这边有一个最后一行 这个SRV NFS挂载在MNT的demo档案的目录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状况是什么呢 是我们用手动的方式挂载的情形 现在我们把它卸载 MNT 我到这边去U-Mount它 Demo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次Mount 你看到的是已经卸载之后的结果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 我希望以后每次重开机时 这个NFS的挂载能够自动的挂载MNT Demo上 所以我们就回到编辑ETC FSTAB这个档案上 在这里最前面的地方先写远端的挂载对象 192.168.0.11 写远端SRV的NFS 接着挂载的对象是 写远MNT的Demo 挂载的参数这里就是问题了 它的档案系统类型应该叫做NFS 这是这样子的 挂载参数使用的时机有哪些 你可以单纯的Defaults 没有问题的 NFS的挂载可以写Defaults 使用Default的技巧 它的设定就是使用预设值 而这些预设的过程中呢 它的很多的参数是不会直接出现在你的眼前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看到 所有的预设值的状况 你可以参考一个main page 就是这个 main.fi.nfs 这里就是针对FSTable挂载表上 NFS挂载参数的解释 后面这边有谈到 如果你都需要使用预设值的话 你可以直接使用Defaults 而在这个状况上 我们有一些挂载参数 是需要特别解释的 像这边这个Soft and Hard 我们常见的一种状况是这样的 我们的挂载因为是在开机时进行挂载 通常我们第一个会需要跟你说的是 这个叫做BG跟FG 前景还是背景 前景是预设值 如果FG跟BG都没有指定的话 就会把前景当预设值 所以你在看这个main page 就是要注意它的预设值的一个指定的情形 如果你有特别指定BG的参数 它会有一个指定的Timeout值 或是挂载失败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挂载失败的状况呢 如果失败 它就不会影响一些其他的东西 如果 如果 使用BG跟FG的差别 就在FG使用的时候 它会直接在开机时 因为挂载失败 而把你的挂载过程卡在那边 所以在你使用预设值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FG跟BG的指定 如果我们希望开机的过程中 能够让它进行背景的挂载 我就必须在预设值的后面写上BG BG之外 我们后面还可能要加上一些其他的参数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你要对参数的认识多一点 第一个 Hard and Soft 所谓的硬跟软 有什么不同呢 硬的意思是 它开机挂载的过程 不会随便中止 那这个Hard 指的意思是 它会 如果开机时 进行网络的挂载 并没有成功 它就一直尝试 一直尝试 而Soft 这个东西就是 它会尝试在一个一定的期间之内 如果都没有办法挂到远端的档案系统 它就放弃 再来 RORW很简单 这就是一个维读 跟可读写的一个状况 Retry 它是指定一个 重新 就是尝试连线的一个预示值 如果你写60 就是60分钟 BGFG是刚刚所讲的 接着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的状况 在这里 我们使用的 Hard and Soft 所以要考 So-called Soft Timeout Can cause silent data corruption in certain cases 在某些状况里面 当你写Soft的预示值 它可能会造成 资料传输时的一些损坏 As such Use the soft option only when client responsive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ata integrity 只有在你 如果比较关心 比较在意的是 客户端的反应 比资料的完整性 或是安全性 或者是资料的完整度 重要的时候 你才会使用Soft 所以在这个时候 Hard and Soft 在比较上面来说 按照面片 它希望你比较喜欢用Hard 用Hard 这样子 再来下面这个Retry Retry Retry指 The number of minutes that the mouth comment retries an NFS mouth operation on the foreground 在前景挂载时 它挂载的过程中 它会尝试多少分钟 那如果你没有指定 分钟的话 它就是一直挂 然后呢 And the default value the background mouth 在背景挂载时 它的预设值是 一万分钟 也就是 80 minutes shy of one week 差不多一个礼拜 If a value of zero is specified 如果你指定的是0 The mouth comment access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failure 也许这是你使用的方法 如果它第一次挂载时 就失败 你写一个 0 这个时候 挂载失败 它就放弃了 也许你会希望它这样子哦 所以我们在讲参数的时候 有时候 它是会需要考虑的 比如说 你跟它说 retry 10 10 minute 10分钟 后面这个两个 一个是dump 一个是档案系统检查 记得要写0 你不会去检查一个NFS的档案系统挂载 如果我写好之后 我写一个mount demo OK 这样子应该就挂上来 可以吗 这是Fstable的好处 同时你要测试的 应该还有包含的重开机过程 它会不会帮你挂上来 这是Fstable的另外一部分 第一个好处 Fstable如果写上去 你挂在任何地方 应该只需要写一半就行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 是重开机 它是不是会帮你挂载 这是另外一个Fstable要做的事 除非你把它故意设成No Auto 这是挂在参数上面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我们要特别谈的 是AutoFS AutoFS我们在课程中会谈到过 而且它是连接在 LDAP伺服器客户验证的时候 一起的 那我打算在这边给你再看一次的原因 是因为我希望让你了解一下 我们整体环境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有哪些差别 AutoFS对于没有见过的人来说 它是很不好设定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你说的是 不是我们的课程是为了很多层次的 不同的阶段的学生来设定的 所以我在这边再跟你再提一次 AutoFS AutoFS以前叫做AutoMounter 它的目的是在你需要使用挂载区域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帮你产生挂载点 然后在你不需要挂载的区域的时候 你只要7D离开挂载点目录 超过一定的秒数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将挂载点卸载 并且挂载目录消除 AutoFS是一种两层的设定设计 它的设计的方式是用两层的环境 第一层甲目录是固定的 所以你在做第一次第一阶段的设计时 我们针对它的甲目录去做定义 第二层以后下面的层次 是自动产生的甲目录 而这种自动产生的甲目录呢 就是在你呼叫到正确的挂载点目录的名称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将其挂载上去 那我们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会谈到 我们会谈到 在利用挂载点的一个执行的过程界面中 是这样的 我们的挂载对象 我先把它卸载 卸载之后 我把Fstable的设定取消 然后 我现在如果要做的是 一个自动的挂载 挂载的对象 针对的是11号的挂载目录 那我的设定应该是如何 我先去到 ETC目录 在ETC目录里面 如果我们针对AutoFS设定时 我们所看的主要设定档 是Auto.新号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Auto.master 还有Guestus Guestus是在做 加目录的使用者档案系统的设定 Auto.NET Auto.SMP 使用起来的状况 依照这样来看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CD到根目录的Net目录里 你可以看到Net目录里面什么都没有 使用的状况就是在 关键在于你要呼叫到正确的路径 在眼前没有路径 CD进入就有一个叫做Instructor的目录 你会看到如果可以的话 一瞬间他就会直接挂上来 他要呼叫的对象是Instructor OK 再来一次你可以看到CD Instructor过来了 Instructor目录怎么出来呢 他是根本好像看起来像是无中生有 你看里面自动就出现这些目录 我CD进到VAR目录 VAR目录里面有什么 他自动产生所有的目录 我可以CD进到FTP目录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预设FTP的PUB的内容 我进到PUB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Mount目录 这边他自动的就帮我们挂在到这上面来了 这个AutoFS的使用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会在下一段给你再示范一次